传承是一种责任 也是专业的学习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老酱油厂 继续带您看的是三代的土拔腊果园 现在到了第三代 要传承也要找寻专业出路 其实这块地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所有大部分的地 都是成租的 只有这块地 爸爸从小在卖巴勒的时候 就是卖土拔腊这个品种 因为我爸爸很早就车祸 然后受伤 所以我爸爸躺了19年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妈他们 大部分农物是我妈他们负责 我就负责卖 爸爸过世 卢定男才下定决心 回来接手家传三代的果园 第一件事就是不用农药 改成有机栽种 一刚开始我爸爸他们种果树的时候 因为惯醒的方式都会觉得说 草其实会讲作物的肥料 所以他们习惯的做法就是会把草全部都除干净 福定男却反其道而行 他发现这些草不但是病虫害的克星 还能保护土地 好处可不少 有草的话对果园来说 包括你的维生物 它的那个有机质还有维生物 基本上他才有一个家 除草 只除半套 乌农一辈子的妈妈可看不下去 这不可以去家 我收成败了 都拌开了都全派的 更多了 草还没有在草 都用口的用粉的 我说我们在做的 会用的方式 我们没有办到像这样 卢定男的思考是 以往的慣行農法 也许可以维持产量 但对健康没好处 市场价格也低到不行 要活下去 就得走不同的路 他拉着妈妈 一起去上课 学习新观念 老人家直接用行动 表达抗议 我都是在嘟嘟 我都在嘟嘟 其实这些事 在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敢做的 应该会断绝父子关系 没有啦 我会被骂得很惨 因为爸爸会是相对保守的 所以他又是一个严妇 他会很凶 其实我觉得他很大的原因 是怕小孩子会错伴 就是因为老人家 是靠着种毒笋和土巴勒 养活一家大小 更明白这其中的不容易 尤其土巴勒 又是特别难照顾的品种 土巴勒它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它必须要厚手之后 才能采收 因为连续一个礼拜下雨 那其实土壤的盖子 都流失的差不多 所以它开始显示出 它缺钙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雨季把肥料 也都冲刷的差不多了 所以它的甜度开始有在降 但一场大雨 一个台风 都会让软嫩的土巴勒 全军覆没 甚至有些还来不及长大 就被打下来当肥料 看这个表皮都已经受伤了 然后这个都有疤 就几乎都不行 有机转型的那几年 它可吃了大苦头 不到爸爸时期 一半的收成就算了 过于自然的外观 也被嫌弃到不行 送到果菜市场去 那个小胖还曾经都跟我讲说 我真的没有买过 那么丑的芭蜜 所以你确定 你就算送我 我也没地方可以丢 你还是带回去当肥料好了 其实在那个当下 说真的是心在堂学 其实全台湾愿意大规模 种植土巴勒的人已经不多 也只有卢定男一个人 用有机方式种植土巴勒 别人笑他傻 起初他也不以为意 但现实的打击 让他信心动摇 不能说心虚 是觉得丢脸 就是你的东西拿到市面上 人家闲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其实觉得很丢脸 你就会觉得说 那你追求那个所谓的无毒 那个东西到底意义在哪里 如果今天人家都不要你的东西的时候 就算他很健康 那又怎么样 那段日子很挫败 也常自我怀疑 明明已经很努力 甚至还不惜用高档优格的极其品 来当肥料 基本上一刚开始的时候 会需要让土壤 比较多的益生菌 所以会放比较多 副方的一些益生菌 苦撑了几年 眼看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他告诉妈妈 干脆把土巴勒树全产掉 换个相对好卖的品种算了 第一个他不好照顾 第二个他又卖不到什么钱 所以真的是 没有什么未来性可言 同样一棵果实 平均来说只有200克 那珍珠巴勒一棵 可能平均大概400克 其实他一棵果实 我们就必须要生产两棵果实 才能够打平而已 刚回家的时候 他豪情壮志 对自己许下承诺 要努力守住 这个属于他们家 独一无二的回忆 这些土巴勒树 都是爸妈一辈子的心血 想到这让人天人交战 真的要放弃吗 妈妈老实说也舍不得 然后我就会说 那没关系 我们就留几棵 三四棵自己吃了 这样就好了 那其实为了要应付日常 我们就是还是要整个羹除掉 所以其实是在那个过程中 是会挣扎的 但是还是会觉得 理想跟现实之间 必须要有一种取舍 眼看这年纪跟他差不多大的数 生命就要终结 在这关键时刻 他接到一个餐厅老板的电话 说要收购他手里的土巴勒 我就送一栏这样子过去给他 我就说你就用吧 他问我说多少钱 我说不用 你就拿去用 因为其实在市场我倒钓的 比那棵还多 哎 烤烤烤烤烤 水水水 终于来了 下大鱼 OK吗 有差呢 有差 带着一栏刚采下来的土巴勒 卢定男不抱希望地来到餐厅 想不到对方的反应很大 当时一见到阿南兄 他说可是我这个要砍掉了 已经就已经有安排人要来砍了 我就跟他讲说 想买 先不要砍 那我们都留下来 我们来做一个想一个东西来做 原来餐厅老板也正疯狂找寻土巴勒 希望能留住属于台湾的古早味 辗转好几手 他才终于找到卢定男 头把它打汁 打来就完了 而且是维他命C很高 对啊 维他命C高现在疫情这样子 打成果汁之后 这香气和特有的粘稠感让人难以忘怀 这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我们在小时候吃板得啊什么 都会有喝到那个巴勒汁 那以前那个巴勒汁就是这个巴勒的味道 以前的果汁工厂 它会去收所有的瑕疵果 去制成巴勒汁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变 加工的产业越来越新盛 你会发觉这些原料跟香气 是可以透过调味调出来的 要怎么让他赋予新生命 两人有了许多讨论 像是曼炒打成泥状 做成酱汁 变成巴勒生乳卷 过去当过记者和纪录片导演的他 这回记录的是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 也就是他好像在那边练功的 那个鼓好像是绝情鼓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土巴勒就觉得 哇我们是那个蝴蝶 快点快点 所以那个感动我会觉得说 我们自己要再更努力 谢谢 好 好 好 对的人一起成就一件美好的事 也许辛苦却更有力量 这也给了卢定男启发 他不再纠结产量 反而回头钻研 把品质顾好 突然这两片叶子跟上两片的叶子 他突然变小了 所以就代表说 这一段时间的影响控制出了问题 他发现叶片的疏密度 对一棵巴勒树的健康很关键 而这也考验减脂技巧 叶子够多 你的甜度就会比较好 养分也会比较好 可是问题是 你的病虫害就会跟着多 因为你有很多地方你会防治不到 现在的卢定男可以让一棵果树 产出三个不同时期的土巴勒 避免一次爆量抢收 它会变成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就是你会习惯去跟你周围的植物 能够比较去感受它们 即便气候和土巴勒本身的特性 还是让他的脉象大受考验 但路不会白走 这些学习和积累最终都能化为能量 因为气候一直在变 所以没有说一朝半世 你就可以永远走遍天下 你就是不断地去学 不看你感觉果树它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然后去看它说我到底要怎么调整 损失减少 找对通路 喜欢土巴勒的知音也多了起来 拼了六七年他终于站稳脚步 成为号召有机小农 一起拼出路的推手 各位农友请注意 麻烦把配菜的菜赶快送到大门口 现在的卢定男不是在果园 就是在市集里奔忙 替其他农友处理繁杂的销售工作 有时候还替人卖菜 会捐一只口粿的花不太大 走出去才能创造更多机会 这要事放在过去 他也没把握能做到 老药的性格就是他比较保守 他比较不会大开大合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在以前 我小时候 其实会很害怕紧张的东西 包括我后来也就所毕业 去大学兼课当老师 我第一节课我都会很紧张 过去在家备受保护的老药 也有了成长和改变 责任感让他的肩膀变得厚实 不但要照顾老妈妈和妻小 也要守住爸爸的果园 我一直会觉得 人生是不断地在改变 然后很多事情 在那个当下 你只能尽你自己的努力 希望把他做到最好 没有华丽外表的土巴勒 滋味樸实天然 却有他用尽全力 满满的诚意 《传承的故事》当中 广告之后也要看的是 爱心的传承 那几百块的话 很多穷人都没办法 一都起小学的时候 五六年级成绩就不错了 所以我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也来当医生 和髮人特性的 就是 例如